好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现在live的最新画面 我们来看到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以及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 正在缓缓地进入这个造势的会场 可以看到民众党今天是在高雄的神农路 这里封路 是在古山做超级星期天的造势 而柯文哲是在大概晚间的8点24分 进入到了现场 但是可以看到他几乎寸步难行 他周边都是为安来警戒 而民众非常的热情 想要跟他来握手 不过现场也喊出说 不要握手以几掌的方式 来给柯文哲最大的鼓励还有支持 希望可以来超越蓝绿来上架白银 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 到右票 到水票 下周一定会到票 要把柯文哲加油好不好 柯文哲 加油 柯文哲 加油 柯文哲 加油 柯英沛 洞蒜 柯英沛 洞蒜 柯英沛 洞蒜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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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翻转台湾 柯英沛 保台湾 就在这个时刻 关键的一票 柯英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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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選擇 我們的選擇 唯一的選擇 最好的選擇 台灣的選擇 氣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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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不是選戰的最終點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一直不斷喊出 希望可以氣欄綠保台灣 柯文哲是最好的選擇 那我們可以看到超級星期天 因為這樣的星期六就是投票日 這麼剛好的巧合 不僅是國民黨 民進黨 還有民眾黨都選擇在今天 都齊聚高雄 而柯文哲還有吳欣盈 就是要在這個最後的超級星期天的關頭 要全力的拼陸戰 拼壽事 而在現場主持人更喊出 現場的人數超過8萬人 最堪稱藍綠白都在高雄這裡來大會師 而且我們可以看 從剛剛連線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完全都還沒有登台 這等於是說原定要在剛剛10分鐘前 就要上台登台演講的 現在已經明顯延遲了 可以看到現場的人真的相當的熱情 以下是為您掌握的追憶資訊 可以看到今天不管是超級星期天 不管藍綠白都鎖定在南台灣 那麼民眾黨跟國民黨都鎖定在高雄 至於民進黨則是固守屏東 頗有決戰南台灣的意味 開玩笑 開玩笑 1月13 1月13 鎖定TVBS新聞網